接下来这也是很夸张了 带你来看到 澎湖县某学校女学生 18号清晨突然大喊肚子很痛 告知男教官呢 是打电话来叫救护车 没有想到救护车还没有到 女学生已经在学校的厕所 竟然生下了一位男婴 而让男教官还有随后赶来的救护人员 相当傻眼 只好赶紧送医 这名某学校的女学生 是在18号清晨 突然肚子痛到受不了 紧急告知男教官 并打电话叫救护车 没想到就在等待救护车时 女学生竟然在学校厕所 直接产下一名男婴 随后赶来的教官和救护人员 看到都相当傻眼 只好赶紧将女学生和小婴儿送医 离这个学校的宿舍 大概有四公尺 这个学生已经在那边 等待救护车 是已经生产在这个 婴儿已经在这个地上 地上用那个毛毯 毛毯裹住 怀孕产子的女学生和男友交往两年 没想到怀孕了也没有人知道 可能是因为女学生很瘦 冬天穿着大衣掩盖 现在只好等她坐完月子 再协调双方家长来做后续处理 中天新闻林梦中网一节 澎湖采访报道 上岐儿 肛 从